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人也都知道黄老板他表面上虽然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 不过事实上他的财力非常的顺厚 在新庄地区他有不少的房产 据说光是每个月靠着收房租 他就可以作收新台币上百万了 难道是因为他上议员的身家财产 惹来歹徒的济云吗 因此警方研判 初步的研判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绑架勒鼠的案件 而且绑匪应该很快地就会打电话到家里来 警方都已经跑到了被害人家里头 把所有的录音设备通通都装好了 就等歹徒打来了 但结果却一直等不到这桶勒鼠电话 为什么 我在新庄的武圣庙 这里供奉官圣帝君 是当地人的信仰中心 而一旁的庙街 平时更是人潮不少 2004年6月16号的这一天上午8点多 我在武圣庙旁边的这一家早餐店 老板娘一早就忙得不得了 但这天早上 她注意到了一件怪事 8点20她就来这里了 她来这里她一个人买了三次 她那椅子都拉出去就坐在那边 是不是有点在观望亲自 我觉得是在观望 老板娘印象深刻 因为一般客人大多赶着上班上学 鲜少像这名男子一样 连买了三次早餐 她看起来好像在等待什么死的 没多久 廟街旁的这一家杂货店门口 被人停了一台乡行车 这台车紧贴着店家大门 挡住了出入口 也挡住了视线 当时是早上九点多 杂货店还没开始营业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按了店家门铃 她在睡觉 然后就是跟我们按门铃 她要买东西 黄信被害人 他是做杂货店的生意 人家来按门铃 他也不宜有他 对不对 他当然理所当然 就很自然 因为平常没什么意状 他也没有跟人家觉得仇 这家杂货店的老板 是六十多岁的黄信男子 他是在地新庄警官协会的总干事 是邻居眼中的好好先生 大家互相交流状况 胜朗没卖 蛮热心的 就是以前那个庙街总干事 因为黄信在地方上 一般他们都说是地方的文人 然后他自己家境也很不错 然后又是单身 他是一个非常本本混混 安安混混的 很善良内向的一个有钱人家 他平常为善不欲人知 街坊邻居也相处得很好 附近邻居对黄信老板的评价 都不错 个性敦厚的他还没结婚 家族在庙口附近有好几间房子 他拿来出租当爆租公 家产在做出租 那保守估计的话 那家产都有上益 听说他那个每个月的房子 有一百多旺 尽管有着上益的家产 黄信老板仍守着这间杂货店 安安分分地做生意 但这一天早晨的门铃声 催得特别急 书是有这个客户上门 要买东西的 如果时间太早了吧 当然虽然是早 但是他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异状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防备 就开门 你当初是有听到什么声吗 救人就救人 哪知道歹徒事先是已经计划好了 所以他一开门而已 歹徒二话不说就把人 给抓上车了 所以你连绑子的气费都没法 所以有人被推上车 有人被推上去的 对 有人上车 那时候他被爱人有喊叫 证明其实你有听到声音 他停车在看 就好像说到一句话 像你刚才说的 手脚了 大家都外头去看 人都快走 水快走 很快的嘛 对 车就快开了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一台乡行车扬长而去 瞬间五十秒前恢复了瓶颈 只留下了错愕的民众 因为我在楼上 我听到楼下 叽叽喳喳的 我刚好在四楼 然后四楼 我在想 我在怎么样 你可可被把人家不知道 家属毫无头绪 怎么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人就不见了 他们急着报警 新庄警方也立刻接手调查 当时任职新庄刑事组 副组长的杨宗坤 第一时间也赶到了现场 毕竟载图光天化日 登堂入室 在众目睽睽下 当街掳人太嚣张了 大人 人被掳走 是一个何等的一个大事 那不排除情 愁 财等因素 因为一般掳人的事 大概都会有所求嘛 我哥哥没有什么东西 我哥哥很单纯的人嘛 他 我哥哥很像我 他外面交朋友也很简单 就那几个 就是一个乡下的火力散 交换非常地单纯 那平常也不太与人有什么 喝酒 吃喝玩乐的一个情形 根据家属的说法 黄信老板平时与人为善 没听说有跟谁闹得不愉快 那感情问题呢 没有 黄信的朋友 因为我哥哥只要一考虑到 对方有一点意图 他就会停止掉 可能因为他的财产 对 那我们了解 黄信被害人 那他六十几岁 他也没有结婚 那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感情的纠纷 情财仇一一排除后 警方研判黄信老板的上益身家 应该就是热来觊觎的关键 那我们的准备 有在被害人家里 专设相关的一个录音的设备 看看待会不会打电话来 到底说当天约要打电话来热锁 那为什么过了好几天 都没有接到热锁的电话 因为家属从头到尾 都没有接到热锁电话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戏话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好 警方苦手多天 一直等不到绑匪的电话 家属也急了 到处的找人也没有消息 有一天黄老板的妹妹梦见 哥哥回家了 哥哥跟她说她很害怕 她想要回家 她还说她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小孩 她很不甘心 家人听到这个梦境 也非常担心 到处去求神问补 甚至还透过了一种 开天眼的民俗仪式 还真的看到了歹徒 而且是三个歹徒 长相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们进一步的把这个长相特征 提供给了专案小组 当然也把这条线索 提供给了这一位 黄老板认识将近20年的警察朋友 叫做张正春 黄老板的家人 对他是非常信任 不过张正春呢 他并不是专案小组的成员 他是没有实际参与 整个办案的过程 他只能够从关心的角度 去提供家属 他所听到的办案的进度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家属最信任的警察朋友 事实上他从头到尾都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包括是为什么 犯案现场周围的监视器 通通都没有录到 整个犯案的过程 原来是在案发前几天 歹徒老早就到了现场 去勘察过了 他们把所有的监视器的线路 通通剪断了 但是白秘医书 这一支没有剪到 因为这一支隐藏镜头 没被发现 他不但拍到了人 而且他也拍到车子 把这个车牌号码 拍得清清楚楚的 以车去追人 追得到吗 我在心中的地藏庵 六名大众庙 这里供奉大众爷 地藏王菩萨 据传地藏庵已寻人闻名 十分灵验 是在黄姓老板在自家 杂货店前被人掳走后 家属就来到了地藏庵 他们祈求神明保佑 帮忙找人 自我跟我姐去 我去就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 也不知道 一般家属都会紧张 会着急 人不见 然后到处打电话 到处问到处问 你们去找谁找谁找谁 一个一个过滤 家属心心念念的 就是盼着家人平安归来 毕竟黄姓老板被绑走后 宛如人间蒸发 没有勒熟电话 生死未捕 但就在某天夜里 家属梦见了 黄姓老板回家了 他不敢啊 没结婚没生小孩子 对不起爸爸妈妈 我好苦 我很怕 我要回家 梦里的黄姓老板 喊着心有未干 他说他想回家 希望家人赶快 再帮他带回来 这个梦境让家属很不安 难道人遭遇不测了吗 担心梦境成真 家属急着求神拜佛 只要有一丝可能 他们都想实事 民间信仰 透过神明协助 可以开天眼 只要天眼一开 就可以跟神明沟通 通透过去跟未来 然后我就把那个链子 我们就一人搭一条 然后我就说 妈妈我看到他哭了 我说你不要动 你这样我看不到 后来我跟妳讲 我有看到三个 三个歹徒的 胜色 长相 这是家属的说法 他说他看见了 他看见当天 卢走黄老板的歹徒 一共有三个人 连长相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赶紧将这个讯息 提供给专碍小组 因为每一个线索 对家属来说 都可能是救回家人的 救命绳索 当时候家属除了求神拜佛外 也打了电话 给黄老板的一个朋友张振春 就是张振春 绰号阿春是个警察 家属拜托张振春 能否帮忙把黄老板 平安找回来 他以前有讲 你家里有什么事情 打电话给我 我哥哥就跟我讲 你家里有什么事情 你先找他 案发的当天我就 打电话给他 说出来出来 问他 他说什么事 他有过来啊 他有来这边啊 张振春当时是 新专分级中港帕斯所的 几年 他跟张振春是 从七十四年就论事了 论事相近二十年了 而且张振春跟黄 交情非常的好 而且有什么事情 都是互相照应的 将近二十年的交情 张振春一听到黄老板 被人绑走也赶到了黄家 他告诉黄老板的家人 依照他的办案经验 歹徒很有可能会打电话来 他马上就帮黄家人换了电话 他去说我给你换一个电话 所以有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帮我换电话 没有 我那时头脑没有那么清楚 也没想啦 他说我帮你弄弄啦 这样他就说帮我弄 人家那时候就说他说 怕对方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或者张振春是警察 张振春给他们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是被保护者 黄家人对张振春十分信任 张振春就像是他们 在茫茫大海中的救命服务 张振春也要黄家人不要担心 黄老板是自己的好朋友 案件进展 他一定会随时帮忙看顾 帮忙打听 有任何讯息 也都会提供给专案小组 问题是张振春 尽管是中港所的警员 但他并不隶属侦查队 也不是鲁人案的专案小组 案件侦查不公开 他要怎么探知讯息 案因为即便是个原警 因为他认识被害人 所以他比如说他偶尔 到政策队利用公务的机会 到分局来顺道去哈拉一下 这个也不意外 那你说他直接 直指核心的专案小组 要打听什么案情 那是打听不到的 其他同仁也许他会随口 旁敲撤击 对案件的实时关心 但问题是时间一天天过去 无消无息 其实早在第一时间 警方也有调阅杂货店周遭的监视器 因为得赶快确认 到底是谁带走了黄老板 却没想到附近的监视器 镜头都被移动了角度 一次案件发生前五天 剪断监视器 那剪断监视器 那当时也迅速地把它修复完了之后 那隔天又被剪断 那我们初步就了解 这个是一个歹徒先前的一个作业 他就是为了怕被监视器所拍摄 这是警方的研判 歹徒早就勘察过地形 才会如此有恃无恐 但歹徒费心勘察 仍是败密一书 他去破坏这个监视录影器 破坏去把摩椅的动作 被另外的监视录拍到 好 那这东方当然他有一些肢体 行进的动作 也相对地一并入镜嘛 所以也有拍到他的正面的影像 所以有人被推上车 所以被造出很清楚 于是他人从这个黄金被害人家里 把人压出来的时候 被那个镜头照得蛮清楚的 确定当场压人 这个不是两个人所能够做的 那我们就大胆地研判 歹徒应该是三个人以上 歹徒至少三人一组来行动 更重要的是 这支监视器拍到了泛男的乡行车 车牌号码 有了车牌要一车追人 应该不难 那警察这个车牌跟车型 都是失窃的一个沾车 这一切仿佛都在歹徒的计划内 他们知道被害人的作息 知道要移动破坏监视器 为了确保万物一师 还偷了脏车来犯案 警方办案侦查的每一个手法 呆夫几乎都已经事先预想到了 案件侦办陷入了胶着 一转眼五天过去了 黄老板依旧身死未卜 2004年6月20号的这天上午 家属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告诉他找到哥哥了 他一讲违证皮肤 起伏各位大夫 那时候有多久 那人回来了 他敲锣打鼓了 跟人家在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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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乐器有道理 民间传统习俗 家中办丧事出病 会聘请丧礼乐队 家属说 当时候对方才刚提起哥哥 他的耳边就一经传来了 丧礼乐队的震震声响 难道哥哥一经不在人世了吗 然后我在这边他讲到 我放在大货 我说我知道 哥哥走 哥哥你来跟我讲一句 好 妹妹说 哥哥已经告诉他 他走了 这是真的吗 警方说在新北市 芦州地区的这一座 立体停车场 一辆乡行车里 被发现了有一名男性的遗体 而经过证实 真的是黄老板 而这辆乡行车 事实上就是案发当天 把他载走了那辆乡行车 在车上也踩到了指纹 踩到了DNA等生物的急证 而警方重回到案发现场 再做一次地毯式的查法 要追到了案发之前 有几个可疑的对象 他们骑着摩托车 进进出出的 就是这几个人 对着监视器动的手脚吗 2004年6月20号 就在黄老板被绑架后的第五天 而在卢州德胜街的传统市场里 一早市场里就有喧闹声不断 而出力在市场里的这一座立体停车场 也显得格外醒目 这天一早 停车场管理员按照惯例巡视时 当他走到第七塔 有一件事情吸引他的注意 停车场的管理员 发现这个车子已经停了好几天了 什么都没有动静 这台乡型车停放在停车塔 已经五天了 车主迟迟没来牵车 而且车上有股浓浓的腐臭味 他定睛一看 吓坏了 管理员发现 停车这个 汽塔的这个停车位的时候 刺错很重 然后打开箱子 才发现有一个死者 双手被捆绑 脖子有被离来勒臂的那种现象 他眼睛 嘴巴 鼻子 都被黑色胶带所蒙住 那双手与双脚都被反反 死者几乎是被人五花大绑 这场景看得让人不舍 初步研判 死者是大约六十几岁的男性 得赶快查出他的身份 警方立刻过滤了停车场的监视器 并且轻查乡型车的车牌 J查 车牌号码3T2607 这台车 是台脏车 更重要的是 这车型 这车牌 不就是如走黄姓老板的 那辆乡型车吗 再加上死者年纪约莫六十几岁 一股不安涌上了警方心头 他们赶紧联络黄老板的家人 黄姓老板的妹妹 哭得深思历劫 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手足 竟然已经成了冰冷遗体 哥哥的死讯 该怎么让老母亲知道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追星之痛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平时与人为胜的黄老板 怎么会招惹了死结 在案发当时 就是那一天 当天死亡 在腹部的皮下出血 但是应该不是致命伤 致命伤应该还是 还是这个自行 他有民众的皮肉眼 然后他污住他嘴巴 可能会呼吸比较困难 验尸结果证实 黄老板早在被绑走的那一天 就已经遇害了 哥哥是跟什么人结怨了吗 没有 我哥哥人非常好 非常好是不是 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都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答案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 现在只有赶快带回绑匪 才能厘清黄老板的死亡之谜 今晚案发第一现场 绑匪设下了重重断点 增加了警方追欺的难度 现在找到的泛滥车辆 见识人员立刻在车上仔细搜找 歹徒在车上 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指纹 血迹 都有 知道这两三个歹徒 我们排除是被害人的指纹以外 在车上踩到了其他指纹 当然我们都必须要列出 逐一过滤的一个对象 不仅有指纹 乡行车上还有不少杂乱物品 这些物证 见识人员通通带回去一一检验 同一时间专小组不死心 重返新状妙街 挨家挨户地在一一询问 请附近民众再仔细想一想 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这个时候有个住户说 他想起来了 就在案发前几天 他看见了几个身面孔 在案发前他们有发现 有可疑的人士 在这个巷子里面 进进出出了 起了摩托车 进进出出了 他们会认为 这个不是我们 注意这边的人 在案发前五天 有一部车子 一名年轻人在早上 清晨五点多的时候 鬼鬼祟祟在附近做排回 那疑似在他家附近 有两个监视器 破坏监视器 移动镜头的诡异行径 都被附近民众看见了 附近民众说 这些人有时骑摩托车来 有时开车来 于是他细心记下了车牌 而这个车牌号码 也成了路人案的重要关键 那我们依照热心的民众 所提供的关键线索 去做相关的一个清查 那发现这部车子 是属于一个灵性的民众所有 车主是一名家住土城的灵性男子 警方随即找上他 但清查了他的背景前科 没有问题啊 不过警方注意到 灵性男子有个儿子阿贤 在绑架案发生后 人就不见了 那灵性民众他的一个家属 也就是他的儿子 在案发当日很巧地 在中午就飞往澳门 这个时机点也未免太巧了吧 专业小组赶紧比对了 阿贤的长相 还有现场调阅到的监视器 这一笔 那第一个他出国的一个影像 跟他下车的一个影像 以及他去购买 那相关物品的一个影像 灵性犯血物 就是下车的一个犯血物 实际器的影像证实了 阿贤就是绑走 黄老板的其中一名歹徒 而犯难车辆上采集到的DNA 事后证明也是阿贤的 这下糟了 因为早在案发当天 阿贤就已经搭机前往澳门 他已经逃跑了 好 嫌犯跑到了中国大陆去了 怎么办呢 还好专业小组想到了 他的台胞证 是有期限换证的问题的 三个月一到 这个人就必须要到澳门去换证 果不其然 这个阿贤他出现了 就这样子他被抓回了台湾 而当天开车掳人的 三名歹徒都落网了 但没有想到 这三个人都跟警方说 他们只是拿钱办事的共犯 真正的主谋是另有其人 而其中有一个人 竟然就是家属最信任的警察朋友 张正纯 阿贤 我在你抱起 你还敢逮着了 家属深深哭喊 希望王子的家人 可以协助警方早日逮到凶手 洪老板绑架案 专案小组连日侦办 循着犯难车辆上找到的DNA 再加上目击者口中的一面车牌 锁定了家住土城的男子阿贤 舍有重贤 但除了阿贤之外 警方同步还掌握到了 另外两名共犯 三名歹徒阿贤 鲜心男子 秋心男子 这三个人就是出现在路人现场的三个疑犯 问题是这三个人跟被害人又交集吗 这三个歹的跟那个黄家人是不论事的 绑人的这三个是不论事的 根据家属的说法 黄老板但是三名绑匪并没有交集 若是这样 他们怎么会对黄家人的作息如此了解呢 现阶段得赶快把人带回来才能厘清 问题是阿贤已经潜逃到澳门了 要掌握他的行踪并不容易 零性的犯贤 他在案发的中午就已经搭击到澳门 中国大陆那时候是刚开放不久 那跟台湾这边的警方 也没有联络的一个管道 那这时候专案小组 也不可能去中国大陆把人带回来 当年两岸打击犯罪的管道 不若现在通顺 该怎么去逮人呢 当手赖顺来 在绑架案发生一个月后 接任新庄刑事组组长一职 接手侦办黄姓老板的绑架案 却遇上了棘手的难题 好不容易锁定的疑犯 人却已经不在台湾了 该怎么逮人成了当务之急 这个时间上的掌握 蛮重要的 就是说万一消息走漏了 如果让还留到台湾的两个带路 知道它已经落网了 落网之以不能够一网打尽 所以我们在处理过程 当然很谨慎 不能再等 的确不能再等了 那还能怎么办呢 这时候专案小组 想到了一个方法 因为他台胞证三个月 就一定要到澳门去换签证 那不然的话 他在中国大陆是违法的一个拘留 那所以说他的一个台胞证 他必须要到澳门的一个办事处 去做更换 专案小组知道这四个机会 他们看准了阿贤去更换台胞证的时机 大批紧力前往澳门 把阿贤逮了回来 另外两名 谢姓丘姓范贤 警方也同步发动呆人 透过外交部 透过警官局 透过国际行情指出 做这个协制 因为这个子贤到阿姆是 我们派警方过去 把他拧回来 三名防匪统统落网了 却没想到他们落网后 却共处了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幕后藏警人 不认识红旗 不认识红旗 抬东西就要钱了 就是说阻谋不是他 阻谋是另有其中 邱怡婷在第一次剪刑笔录 就已经说明说 这个案子也误个人 一个是吴文通 还有另外一个是 叫阿春的警员 也就是张正春 这是邱信共犯的说辞 他说阻谋是吴文通 跟远景张正春 他们三个人只是拿钱办事 当时分局大家 也感到非常的一个惊讶 当然我们大听之下 也会觉得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一开始甚至于 我们会想说 歹徒是不是 要转移我们的方向 或是绑匪要误导远景办案吗 但看着邱信共犯说得笃定 你说有远景涉案 那证据呢 2004年6月13号 新装棒球场晚间六点多 职棒比赛打得无火如荼 邱信共犯说这一天 张正春有执勤 约了他跟吴文通 在球场见面 也就是作案的前三天 邱义庭 张正春 还有那个吴文通呢 就在新装 设立棒球场呢 就在摩椅了 什么时间地点动手 他那时候是表示说 那初号阿春这个远景 当时他是在扶勤物 那身上背有枪支 那这部分跟邱信犯写 所陈述的 那是很合的 邱义庭是从我到尾 一二三次 越讲越详细就是张正春 邱信共犯清楚描述了 当晚的场景 而当天张正春确实也有 去执勤直棒勤务 倘若两个人没有见过面 他们怎么会对远景的勤务内容 如此了解呢 不仅如此 这个张正春不就是黄家人的 那一个警察朋友吗 远景涉及辱人撕票案 这是非同小可 专业小组立刻找来张正春 要好好问个清楚 那么当初张正春 他是有认识其中的一个吴文通 那么当时张正春调查的时候 只是警他们两个是认识 那么没有积极的证据 有证明他们 他本人有涉及这个案子 张正春说他的确认识吴文通 但他并不认识那三个绑匪 他跟黄姓老板将近二十年的交情 有什么理由要绑人撕票呢 再加上吴文通跟黄老板也认识 单凭这样的指证 怎么能指控他涉案 吴文通是那个张正春介介绍过的 他接着也不认识了 张正春当然一开始他也撇清了 他实口否认 那针对这个部分由于现场 也没有他设案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共犯的单一指证不能当作是定罪的证据 但现阶段也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张正春的嫌疑 分局内部也对他做了警惕的一个处置 包括他适不适合带枪 适不适把他调到适合的一个单位 张正春被调职了 他口口声声喊着自己是清白的 但共犯指证历历 该怎么验证这每一项指控呢 于是专案小组加紧脚步 要找出共犯口中的另一名主贤吴文通 他应该就是这整起放假案的关键 却没想到2004年10月9号 台南警方传来消息 吴文通死了 他留了一个医师 医师的内容只要是说 清装这个案子 中港帮助请张正春是主谋 好 又有一个人咬出了张正春 但是他人已经死了 虽然有句话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但只留下了遗书指控的真实性 又有多少 当年承办的检察官罗松芳 尽管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张正春涉案 但是他看到了家属 为了真相四处地奔走 他说他很感动 不管张正春究竟有没有涉案 罗松芳都要把案件给查清楚 于是他锁定了吴文通的女朋友 继续地追下去 竟然发现了张正春 他曾经多次地去找吴文通的女朋友 去找他做什么呢 张正春又不是专案小组的成员 他凭什么到吴文通的家里头去搜索呢 而且据说他还把五六卷的录音带给丢掉了 甚至还警告还威胁吴文通的女朋友 你不要乱讲话 张正春他以为他已经湮灭所有的证据了 却没有想到有一个关键通联的鹰党 戳破了他伪善的面具 你就要走你让吴文 希望你在宰天吉林 林甘向张春珍 公益 公益 公益他就实情 家属诚心祈求 盼着张正春能够说出真相 让黄老板的死亡之名能水落石出 对黄家人来说 认识将近二十年的朋友 这一刻却被绑匪指控就是绑架案的常见人 家属难以接受 一个人被抓去 然后闷死还要被打 还丢在那里面烂掉 你想想看那个状况 他是你的哥哥 缘得共犯的所有指控 张正春都推说不知情 却没想到 正当专业小组全面通气 另外一名主谋吴文通的时候 吴文通留下了艺书情声 医书内容提到 你好街壁中心 新庄中港派出所里面 有个园警叫阿春 他也主使了一个案子 他是主谋 但后来却配合专业小组气凶 真是奇怪 这个事件就是新庄文人 黄老板的事件 那基本上了解他的供词 是跟求兴犯贤是一致的 因为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警方研判 吴文通是畏罪轻声 他用生命做出控诉 咬出整起绑架案背后的主谋 看看这封遗书里 尽管没有提到张正春这三个字 但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春 绰号阿春的中港所警员 只有张正春一个人 当首任职板桥地检署 主任检察官的罗松芳 就在检警带回三名绑匪 并且起诉后 他继续接手调查张正春 尽管他也知道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张正春涉案 但是他仍坚持 一定得要查到底 他姐妹一直奔走喊烟 让人也蛮感动的 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感情很好 一直喊烟 一直说张正春一定有问题 那我觉得说 是应该要 子无旁贷地把它弄个清除 不要弄清楚 因为这背后牵涉的是 一条枉死的性命 勿往勿纵是当时候罗松芳 心中唯一的念想 为了找出更多张正春的事案事证 罗松芳知道 得从吴文彤的女友身上着手 毕竟自己的男友 写了封陈勤信后死见 或许他能够提供更多线索 却没想到这一追查下去 张正春缜密的灭阵计划 通通被摊在阳光下 罗松芳说 就在三名共犯落网 共出了吴文彤跟张正春 才是幕后主谋后 张正春曾经多次去找 吴文彤的女友 表面上是为了警方搜查 实际上则是为了密证 张正春又跑到吴文彤的女友 跟吴文彤住的地方 搜寻了吴文彤的相关证物 录音笔 所有的文件 那些相关物品 就叫吴文彤的女朋友的姐姐 拿去丢掉了 你不是专案小子 你凭什么去吴文彤家里 去搜索 张正春知道 吴文彤有录音的习惯 他房间里的文件 还有五六件的录音带 统统都被张正春丢了 而且张正春还要吴文彤的女友 帮忙做位证 请他的这个女朋友 不要乱讲话 我想这个是 他想不要让案件 牵着他他自己本身 但是这个女朋友 他也没有接受了 张正春想方设法 要设下各种断点 切割自己跟绑架案的关联 但他万万没想到 检察官竟然会如此切而不舍 从共犯的说辞 吴文彤的死见 到吴文彤女友的公词 跟被逼做位证 每一项都是慢慢束缚住 张正春的关键绳索 我如果不是组模者 我没有参加的话 那人家说他有留一个 那个证据录音带 我干嘛跑到他女朋友家去 我又没有搜索票去 不要全部搜索 张正春自以为天衣无缝 他却没算到 秋信共犯的手中 人握有关键的通联音党 这证实了张正春的确参与其中 你说不认识 他怎么会跟他通电话 讲说什么 那有不认识会不会讲电话 张正春跟那个谁互动最多 吴文彤 吴文彤是指挥的 吴文彤是拿钱去筹备那些道计 张正春是提供消息 要内应要拿到钱 还有主导他们那个检查办案的方向 根据了解 张正春跟黄姓老板认识 将近二十年 由于黄老板的杂货店有贩售鞭炮 因此张正春每年都会跟黄家人收取归费 平均一年拿三次 过年拿三万 普渡中秋则各拿一万两万 就这样拿了至少十多年 也因此黄姓老板家里的状况 张正春都很清楚 他为什么跟你们家那么好 就是你们那时候 卖鞭炮 他一年收三才几次 让我对他像我一样 我来也是对他很好 他天天到我家来 到他家厨房一样就是很闲场 所以说张正春也因为得到这个家人的信任 所以他刚想问我们他要内应 又是警察 他又要把握警察专办的方向 还有怎么样拿到钱 他的角色是三个 就是内应 第二个就是掌握警方的那个准办方向 就换警方说不被侦破 第三个就是拿到钱 然后所以说他们有去装电话机 或者说是通风报信 直接应该这样来 就是一个隐武者的一个角色 隐霍的一个角色 那无姓犯贤就是一个云师的角色 规划者的一个角色 于是张正春跟吴文通拟定的绑架计划 吴文通负责找人准备工具 张正春则负责提供被害人的作息 跟如何规避警方坠砌的方法 第一个他做的反火侠 第一个他们两个都没有在现场出现过 那第二个那本案下手的相关的一个 卸性犯贤 丘性犯贤 林性犯贤 这三个都是无性犯贤去找的 2004年6月13号就在案发前三天 张正春利用职棒执勤期间 他约了吴文通跟丘性贡犯 到棒球场讨论 并且约定了要在6月16号执行计划 这一天一早几名贡犯开着箱行车 来到了杂货店门口 也就是邱怡婷 那个林清贤 还有那个谢信雄 这三个家伙 一个开车 谢信雄开车 邱怡婷在车上接应 他们知道这个时间点 杂货店还没营业 黄姓老板一定在家 共犯阿贤按的门铃 林清贤把他压上车 压上车以后 他们押打捆绑 还有呢用那个麻布的手套 塞嘴巴 因为怕他呼喊呼救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那个非要人一直在那边吼叫 为了防止他 所以还拿那个袋子 把他绑 然后再拿那个手套 塞在他嘴巴 造成他没办法呼吸 自欺死亡 这也是歹夫死掉位置 所以人一死了以后 歹夫有慌 想想绕道 这个开刀的人都很好 但是这些绑匪将黄老板 连人带车气质在停车塔后 依旧冷血地打了电话 他们打算向家属勒赎 两千万人 真的是可恶 人都已经失票了 还想勒赎 问题是家属从头到尾 都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最后我们确认了 就是无性犯行 他把被害人家里的电话 记错了 所以说他们电话 一直都没有打通 却没想到 两千零六年一月 张正春涉及鲁人勒赎案 都还在侦办中 台湾高德法院 竟然以羁押其满为由 放走了三名负责鲁人的共犯 送虎归神 好 家属万万没有想到 背后的藏进人 竟然就是张正春 他跟黄老板认识了 将近二十年了 两个人除了是老朋友之外 还有一层台面下的关系 因为根据警方的调查 这黄老板每逢过年三节 他都会给张正春 几万块钱不等的归费 为什么开一家杂货店 也要给归费 而且是给警察归费呢 因为黄老板 他私底下偷偷在买炮酒 虽然说这家杂货店 不是在张正春的辖区 但毕竟张正春 他有警察的身份 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情 他可以帮忙处理一下 帮忙瞧一下 而黄老板的家属说 这个张正春很爱赌博 他有个绰号叫做赌珠 而且还疑似欠下了大批的赌债 张正春也知道 黄老板身家上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找人一块绑架呢 但是为什么把人绑走之后 家属却没有接到任何一通 勒索的电话呢 原来是有人把电话给错了 照规定是书记官就要登陆在 没有登陆的结果 就变成没有警示 没有警示的结果 当然就没有裁定 没有裁定 所以我们依法就要撤销几案 这案子呢 有论有四大五老 就是说 就很遗憾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把那个麻布塞到 往嘴巴 导致窒息 第二个打错了电话号码 一下子掌握不到这个 歹徒的行踪 第三个就是说 在9月2号的时候呢 邱玉婷到案了 逮捕到案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确地说 这案子有五个人 除了吴文通 还有张正春 那张正春呢 专案小指呢 那个警員呢 错失了这个 暗中出宫的逮捕 听到共犯的刑机了 导致呢 后面很多问题出来了 再来就是 第四个委员应该是说 法院的那个司机官 把鸡押过期的被告释放了 他说你讲话 你不识说 你不识说 你以为你三个月到期 我没有 我会再给你压两个月 我会再去申请 讲这个话 然后后来 现在就说对不起 我已经过期了 家属气愤难耐 因为所有人都没想到 三名绑架犯就这样被放了 毕竟鲁人都属是属重大刑案 三名绑匪不只绑人还撕票 手中一条人命 他们竟然能大摇大摆地 走出看守所 三个嫌犯都说他 他绑人他杀人 什么都承认 还能放出去 法院的重大疏失 唯一的补救办法竟然只有 我判决确定了 他不到庭执行 我们当然也会依法来 来这个执行 执行不到就通气了等等 跟各位 致歉 有这样的一个疏失 尽管高院说 假设三个人应到案 却未到案 就可以发布通气 但是对检警跟家属来说 辛苦歹人却被纵犯 真的很难接受 他们有案在 就是可以跑到外面 如果假使说 我来讲他们 如果是跑到外国去 那你怎么起出来 已经离开监狱的囚犯 真的会乖乖回来 面对司法制裁吗 毕竟案发第一时间 这些绑匪为了躲避追气 就已经躲到澳门去了 这样的情况 难保不会再上 如同家属担忧的 尽管谢信 邱信共犯都回来了 共犯阿贤却迟迟没有出现 但是除了这三名绑匪外 对家属来说 最让他们打从心里 害怕的那个人 还是张正纯 害怕是比较是张正纯 因为他是主谋 对啊 他可以叫他们做事 叫他们做坏事 黄信老板跟张正纯 将近二十年的交情 到头来依旧敌不过钱的诱惑 觉得他很爱赌火 是张正纯 我会叫我丢地 然后台湾我用丢地丢地 去讲说他很爱赌火 他实在很傻 他是要过奖我会给他 我不是看减能中的人 张正纯利用了黄家人 对他的信任 让他们失去了最爱的家人 他输口火论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成功过了 2006年5月29号 板桥地检署贞结 针对远景张正纯设计的 鲁人勒署案 一起公诉 我刚才讲过 轮命关天 身为轮命保姆 最大恶极莫此为孙 只因为他有几个钱 一笔价死掉了 我身为假官职无旁贷 他错的情况就是说 不应该这样来涉及我哥的 好朋友在一起 你也知道这个人报应 你涉及他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觉得非常痛心 我们的资责是什么东西 保护人民身份才能安全 如果你反而反击到恶死人 即便你没有积极或是直接参与 但是你 包括你间接参与或者是 同房协助 都是保守不容 所以等同资罚犯署 好 在这起绑架案当中 其中负责押人上车的阿恒 他被判罪中 无期徒刑 但目前 他人却还依旧 逍遥法外 位在新庄的地藏庵 香火鼎盛 信众不少 当年黄姓老板绑架案 在被害人生死未捕之际 家人前往地藏庵 向菩萨祈求 当时神明指引 由三名绑匪负责绑人 对比破案后 林姓 邱姓 谢姓 这三个人的分工不谋而合 我有看到那个三个 三个歹徒的长相 当时警方逮回了这三名绑匪 没想到因为法院疏失 纵放了这三个人 时至今日仍有一名绑匪 逍遥法外 没办法自己小心 就这样子 都得出来 不敢不敢出去 但我生意也没做了 讲一句实在话 我也很内疚 就卖鞭炮 哥哥不见 没做鞭炮生意 或许就不会跟张正春 有所交集 内疚自责 在家属的心中持续煎熬着 尽管最终还是找出了 幕后藏镜人 也还给死者公道 但是这个正义 毕竟来的还是太迟了 这个案子如果能够把握自 邱毅庭第一次的解行 屏幕后面的诉众原音单 不会是这样子的 吴文通也不会是自杀死掉的 他也不会弄了这么久 被害人这么折腾 这么折磨这么煎熬 家属 我想是家属 这折腾家属 他也费了这么多的司法资源 正义来的这么此业 好 这起案件背后的主谋张正春 他原本一度被判了 无期徒刑 最终法院改判15年确定 而他也已经在2019年获得假释 但他日前传出过失的消息 2023年11月的这个午后 我们重返新庄武圣庙 巧遇了黄老板的家人 尽管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家属一提到主谋张正春 心中的不满依旧难解 他们想都没想到 曾经是家人最信任的朋友 现在却是夺走哥哥性命的筷子手 尽管伤痛人在 但家属选择了放下 黄姓老板绑架案 主谋张正春最后被判处 15年徒刑确定 他在2019年假释出狱 日前传出消息 他过世了 家属说他们十分感谢检察官的坚持 因为这个坚持才让哥哥的死亡真相 能够水落石出 对了 我很感谢他 因为本来是要结束了 贵人听到说 客户 吃人这么厉害 这不叫教杀说怎么办 你身为一个人民保姆 而且你又是人家的最好朋友 第一线时间还打电话给他 但是这被绑架了 出的事情了 这个如果不神之以法 讲不过去 感谢您收完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陈梅翔 我们再会 欢迎收完台湾启示录 我是陈梅翔 在每一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请到订阅人数出货了100万 感谢您对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人数出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人数出货